哈囉 大家好 我是威夷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我要來去台灣大學演講 嗯 沒錯 就是我們台灣最高學府 台灣大學 當然演講的內容 是跟我平常 頻道相關的 就是關於衝浪 但是呢 我覺得 雖然說 是衝浪 很特別 很了不起 可是 我覺得 還有一個更了不起的 那就是 其實我只有國中畢業 一個國中畢業 要去到台灣大學 來演講 這件事情 感覺怎麼講 都是一個蠻勵志的案例 所以我覺得 今天我就以一個這樣的身份 來跟大家分享 一個國中畢業的傢伙 怎麼有辦法去到 台灣大學來演講 帥不帥 帥不帥 這個其實 我小時候常來 我小時候住附近 所以滿常來這邊玩的 所以我對台大應該算是不陌生 因為有時候會在那邊打籃球 而且我在想 用什麼方式跟他們分享 他們都那麼聰明 如果要講理論 我只會講什麼潮汐 然後怎麼樣 什麼物理 我覺得講這應該有點太智商 等一下講一下講錯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來分享 一些經歷 經歷 等一下我先找停車的地方 右邊可以停車 哪邊 你看一下左邊有沒有 可以停車 右邊那邊可以停車 剛剛右邊嗎 剛剛右邊嗎 有點超出來 不好意思車太大了 好 我們今天換個裝 等一下換一下我們 紳士上癮的襯衫 比較正式 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 拿出我們 最專業的那個 感覺 態度出來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把我們 西裝的襯衫穿上去 如果大家想要訂西裝 襯衫也可以 可以到我們身世上癮 好 包衛衣的名字會有意外的驚喜 呵呵 呵呵 我們就快到我們的目的地了 那為什麼 跟大家說我只有國中畢業 其實我是讀到大學的 而且我讀到大二 但是我 大學是休學 因為 我以前 在我學生的那一段時期 我們過得蠻辛苦的 就是所有的錢都是貸款 然後我已經意識到說 我不想再花錢 去 貸款 繳學費 因為真的很貴 我不想要我 出社會之後 我二十歲 我要背著幾十萬的負債 所以我一然決然 大二我就休學了 而且 我以前 不愛讀書 所以 我就知道說 喔 我想學我有興趣的東西 但是 大學的時候很多 不是在學你有興趣的 東西 跟課目 你可能你有興趣的 只有 兩堂課三堂課 所以我 大二的時候 一然決然就休學 那 我 高中的話 是異業 高中為什麼會異業 因為那時候 我已經很確定 我考上 大學了 我是讀文化大學 我高中是讀喬治 高級 什麼職業學校 反正都是 高中是不好的 沒有那麼好的學校 沒有那麼好的學校 好 我們先進去 先分享到這邊 那國中當然只有畢業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 搞到那個 這樣子呢 等一下再分享 大家好 我是威夷 你們看到的這個 大海旅人呢 就是我的頻道 那大家今天 招過來 應該是以一個 衝浪YouTuber的身份 沒錯吧 社長 對對對 對對對 那我經歷這個 衝浪 的頻道 應該是五年了 我今天看了一下 五年了 我從這個 一百人觀看 兩百人觀看 到現在 十萬訂閱 這個過程中呢 靠了很多 屁屁 不是啊 不好意思 對 後來當然過程中 有拍其他的題材 有拍一些泡溫泉的什麼 但是我覺得 這都是生活 OK 我們是以健康的角度 那當然就是 衝浪也不是唯一啊 對不對 雖然說我 蠻多的時間 真的都活在衝浪裡面了 不過我覺得 人生就是 像彩虹一樣 每一個 元素都是 一個顏色 缺一不可 衝浪是一個顏色 那當然可能 你的工作 你的興趣 你的任何親人 朋友 你的社交什麼 都是一個顏色 你不能讓它 缺了一個顏色 那你就不完整了 好不好 所以大家 加油 未來的現實 生活是很殘酷的 但是呢 找到自己所愛的事情 一路做下去 衝浪很多台大的 你們知道嗎 現在知道 阿瑪 然後什麼黃兆燕啊 躺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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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躺也是台大的 對對 不是 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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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像這個 預告就是 我那個時候 出去玩的時候 記錄下來 我會爬山啊 潛水啊 什麼的 符合我的這個 人設嘛 好 大家看一下 那很多人 尤其我們台灣人啊 就是非常怕海 因為可能以前 這個宗教啊 民俗信仰的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遇到海邊 你的長輩就會跟你講 海濱有鬼啊 可能很多人都會告訴你 玩水 很恐怖 很危險 而且我聽過最大的阻礙 都是家長不同意 小孩去衝浪 就像我一樣 我每次要去衝浪的時候 我爸媽 尤其我媽都 就是都很抗拒 他說 欸你又要去衝浪 對啊 颱風又要衝浪 對啊 那個天氣那麼冷又要衝浪 蹲下去以後 這樣子 對 是這個感覺 手先撐嘛 然後彈起來的時候 你這個腳就要跟上 怕怕 就要下來 對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欸跳起來的話 手就碰不到衝浪板 但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最好的狀態下 就是站起來的時候 欸就這樣子 高一點點而已 對 就高一點點 其實 你就很穩 對 然後我們重心會偏 偏前腳 那當然你如果是長板的話 就會整個站起來 甚至長板的話 腳距也可以比較近來 這一段 很輕鬆的 千萬不要是這樣子 這樣的話是做伏地景深 你會抖 你看會晃 所以這一段 往上推 很輕鬆 這樣 很輕鬆 有沒有 因為你越輕盈的話 你才不會去亂控制板子的方向 跟它的重心 它才不會造成板子失速 OK 好 謝謝威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難 欸 老師好 好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小心小心 變老師了 太大教授 無教授 無教授 感覺不錯 我一開始覺得 我應該沒有辦法 講完一堂課吧 結果想一想 一下就過了 還講不完 有種回到 小時候的感覺 因為小時候就生活在這一區 對 我小時候就在這附近長大的 然後也蠻常來 但是沒有 現在也沒什麼機會 能過來 因為現在也搬離這邊了 對啊 那我們今天真的是 蠻開心的 蠻成功的 今年突然就很想要分享 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真的是時間到了 那也蠻感謝 台大衝浪社邀請 其實衝浪 海上蠻多 蠻多台大的人 就是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 衝浪 台大的人還不少 而且都衝得不錯 因為他們 非常聰明 就是會分析 因為衝浪 有時候我們都覺得是 需要用科學 需要研究 對 那 對他們來說 分析這件事情 應該不是什麼難事 但可能難得是體力上的問題 但我們就好在體力 所以 我們的分享 對他們來講 應該是非常有幫助 那也希望台灣衝浪 真的會越來越好 如果有更多人 衝浪的話 我相信這個運動 它所散發出來的 整個氣息 跟它的渲染力 一定是更多 更大的 那我們整個環境變好 台灣 就會進步 好啦 那我們就 下次 嗨 上見 啾 我們 下次見